大S昏倒送医。怀孕,癫痫都狂喘。 41岁的大S徐熙元今天,27日,傍晚突然昏倒,被救护车紧急送至台北荣总接受治疗。 有报道说她是因感冒引起颠迁复发,但也另有消息指大S其实是怀第三胎,因近日孕吐严重,又长时间录影工作导致昏运情况,家人和经纪人赶紧送她入院观察。 苹果日报报道大S因前昏倒,但ETTK星光云爆出其实是怀孕,目前只有她的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知晓,可能未满三个月。 苹果日,根据台湾习俗,暂时无法公开,她因身体不适不止一次去消工作,还被目击多次运吐,连胆汁都吐出来。 而根据徐妈妈说法,西元是因感冒引起颠迁复发。 其余不愿多谈变化段电话,大S今晚也将住院检查,直到康复再出院。 据悉,大S从今年一月初就感冒,二月农历过年左右,又被一子一女传染感冒,感冒一直未雨,她又有癫痫救急,不管有没有怀孕,健康情况都令人担心。